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准备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 叫做房车问以答 就采用这种质问质答的方式 就把大家平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来 然后我来解答一下 不能算是权威了 只是我这么多年对房车的一些学到的东西的一些总结 然后分享给大家 OK,今天就是第一期节目了 今天主要讲法规相关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驾照可以开房车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个来看 如果是B型和C型 那么只要总长度在6米以内的车型 那么C就可以开 C本就可以开 那么对于一些自动挡的车型 C2本就可以 就没有说一定要是C 所以这是驾照这方面 那么对于拖挂而言 目前我们国家对拖挂这一块 法规上的规定还是比较模糊 所以我不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 目前来看 有C本就可以开车带着拖挂 但是 这个法规方面还没有最终明确 所以说只能说是目前 我们叫什么呢 且玩且珍惜吧 玩拖挂的朋友呢 目前C本是可以开拖挂 直接小车们开一拖挂 拉一拖挂 至于说6米以上的车型 那么比如说一些进口的车型 可能会超过6米 那么你就要相应的驾照 就是是B本甚至是A本 那就看具体你的这个车的车型 总的来说吧 目前国内的车型90%以上 甚至更高比例都是这个6米以内的 也就是说C型就完全可以 就是这个关于驾照方面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房车上高速 是怎么收费 目前来说呢 这个B型房车或者C型房车 我们主要谈这两种最常见的 只要是6米以内的 蓝牌的 那么它的这个高速收费 和我们普通的小车是一样的 和普通的小车 7座以下的车型是一样的 也享受这种节假日 这个免费通行的待遇 那么拖挂呢 拖挂这一块争议比较大一点 目前国家也是没有明文规定 说这个拖挂是按照这个一类收 还是按这个二类收 那么网上现在目前的 这些答案也是无人两可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呢 好多这个买拖挂的车友的都是办了ETC 他们直接走ETC 根据前车来走 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么有个别的一些高速收费站 他会给你较劲 可能会按你二类收取 那这个目前在法规上 没有最终定性 明确定性 到底是按一类还是二类收 那目前来说 大部分的玩拖挂的朋友 他们都是按一类来收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房车的连检 房车连检呢 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要求 你要不能给一个统一的一个答案 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车的这个行驶证上的要求 来来来去做相应的连检 因为现在还出现了新能源的这个房车 还有柴油的车 还有汽油的 每种车型底盘 它的这个类型不一样 他们它的这个需要这个连检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 具体能要根据你的这个这个行驶正常的要求来来来连结 这个就不要每个正义说一遍了 你每个正义都不一样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年龄要求 对开房车有什么年龄要求 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 针对房车的一个具体的年龄要求 主要还是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高交法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这个法规 这个法律来规定的啊 多大年龄不能开车了 或者说你的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了 不能开车了啊 要以这个为止 是一样的啊 这个没有说针对房车提出来说 你的年龄要求啊 这个到目前是没有 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房车能不能进城啊 那么这个也很多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啊 那么目前来说 你的房车这个只要你挂蓝牌啊 甚至一些挂黄牌的车型 只要它不属于货车类啊 它进城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咱们国家对皮卡目前还有限制啊 但是对房车没有限制 没有说是因为是房车不让进城这么一说啊 包括我自己这段时间出去玩啊 进城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管是进省会还是进一些小城市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当然了 进城要注意线高杆啊 这个大家注意啊 但好在我刚刚结束了猫冬呢 还没有碰见过线高杆 基本上啊 基本上没有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线宽啊 那么说房车进城呢 目前还真是没有限制啊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